哈喽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Sophia今天吃什么 最近一阵子比较忙 所以 没有每天出这个视频 先跟大家说个抱歉 今天做了一道汤 因为在外国市场买了一个咸猪蹄 它其实是 熏过的这么一个猪蹄 那买回来以后 就觉得说嗯 这个味道很香 我想把它来做成一道汤 所以我们今天就 薄了一个 类似像一度鲜的这样一道汤 那请 大家关注我一下 然后我们把节目看下去好吗 谢谢 猪肘子呢给它 给它炖成汤 像一兜洗那样子啊 上海的汤 那这个先把它穿一下 穿洗一下 洗干净以后 最大好喝的汤呢 我们给它把了葱姜 进去哦 一小块姜 然后一根葱 然后我们搁点 搁点这个盐跟胡椒粉 还有米酒 然后煮上个 两个钟头 这个猪脚是熏的哦 非常非常香 然后呢 你看我切了几片 这个 熏的猪脚肉 也一样一起 把它扔到这个汤里面 让这个汤呢 才会够炫 我们把它等煮滚了 我们再改小火 现在把这个竹笋呢 给它放进去 我们切一切 洗一洗 OK 今天外面非常热哦 很奇怪啊 90多度 所以我们把这个笋呢 把它切成这样子 滚刀切法 一小块一小块的 大火 这个油呢 我们得把它撇掉 上面 好把这个笋丢下去了啊 刚才有电话跑进来 打断了 就 让它煮滚以后 我们再把它改成小火 再给它煮一个一个钟头 这个汤呢 哇 我们已经又炖了 好几个钟头 又炖了两个钟头 放了笋进去以后 非常非常的入味了 这个它的猪骨头呢 都 炖出来非常好 然后把这个姜给取出来 还有葱 葱给它取出来 一根葱 你常看这个汤的味道怎么样子 行的话 我们就 就这样上锅了 上桌了啊 好 这汤就做好了 这喝起来 有点像一豆洗啊 味道很像一度一度鲜 非常好喝 大家不妨在家里试试看 有那个千张皮的话 最好那个 打那个千张皮挤 也要进去煮 会更像更棒 好就这样子 谢谢你们收看咯 明天见 拜拜